Hello,欢迎来到PS小课堂 今天教大家如何制作PS合成海报 可以用来兼职 今天的主题是 今天的主题是奶茶广告 事不宜迟,让我们赶快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要新建一个画布 快捷键为CMN 然后呢,选择自定义 在这里可以调整宽度和大小 我选择的大小比较大 因为我希望它能更加清晰 好的 当我们创建完新的画布以后 我们点击下方类似于小八卦一样的东西 点击渐变 选择下方这个小块块 来调节它的颜色 由于我们做的是一个比较甜的海报 于是我们选择一个比较粉嫩的组合 接下来打开素材包 拖入其中的背景 在将新型背景放到自己觉得合适的位置以后 我们再把其他的装饰全部拖进来 什么台子呀,奶茶呀,棉花糖呀,花瓣呀,蛋糕啊 然后呢,将它们移到合适的位置 至于怎么摆放,看你个人喜好 移动方式为点击CMNT出现定届框 你就可以调大,调小,移动位置,翻转,什么都可以 在这里你只需要将它们摆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就行了 大小基本上不用调 因为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画布大小和素材包里面东西的大小是互相匹配的 为了让它们显得更加真实 我决定给它们加点影子 点击花瓣选择右下角的FX 点击投影 然后在这里可以调整角度 不透明度 以及大小等等等 来为你的花瓣加上影子 为了节约时间 我也就不做其他的了 这里只是给大家秀一下怎么做 接下来这次做文字 我们将提前准备好的双影号画框等等拖进来摆到合适的位置 至于加文字呢 选择T文字工具 然后打入你喜欢的文字就好 接着选择颜色 点击上方的这个栏框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颜色即可 这里可以调节文字样式 除了用Common T出现定界框拉大拉小 来调节文字大小 这里也可以进行调整 这里可以出现更细节的调整方法 点击段落可以调节文字的摆放 接下来再免费送大家一个渐变文字的制作 好 现在呢 我们想让这个文字有一点渐变的感觉 让我们先将它转换为智能对象 然后点击下方的FX 选择一线变叠加 这里可以改变颜色 我很喜欢它现在的颜色 所以我就点确定了 接下来我希望这个文字有一种徐徐向上的虚幻感 那我先按Common J复制这个图层 接着呢 将它拉到下方 点击Common T出现定界框 然后我将它往上挪一点 让它的不透明度拉低 然后选择解天蒙版 B 前景色黑色为隐藏 白色为显现 我们在蒙版中将 多余的部分进行隐藏 涂黑即可 接下来我们进行同样的操作 Common J复制图层 将其拖到下方 然后呢 Common T出现定界框 将其往上挪一挪 好的完成 剩下你想怎么做 或者写些广告语 都可以在空白处进行填充 OK完成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素材包的领取方式为 去Instagram 在内建平台 at我 并输入你观看的视频名字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点赞 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